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捷克参议长月初率团访台 提升了台湾各界对捷克乃至欧洲的兴趣 欧盟投资论坛22号首度在台湾举行 将邀请欧盟和台湾企业及投资局等官方代表 就欧盟及个别会员国的投资环境做交流 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说 在后疫情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时代 台湾与欧盟的理念相近 能在欧洲新经济扮演要角 希望能趁势带动台湾企业前进欧洲 捷克参议长月初率团访问台湾 期间台杰双方签署三项合作备忘录 欧洲经贸办事处9月下旬也将在台北 和15个在台设有办事处的欧盟会员国 首度举办投资欧盟论坛 希望带动台湾企业前进欧洲投资 把握欧盟4亿5000万人口的消费市场 我们主要是最大的领域领域 台湾区域 疫情,生命,技术 货区 一货,动物软盟 健康区 健康区 这是你的力量 你真的需要不支撑工程 你需要非常高益的工作 支援市場、共和平等標準 和增長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們在英國投資的投資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哲夫分析 歐洲各國在歷經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後 無不反思重整全球供應鏈分散風險 以重整有彈性和永續的經濟 因為我們有這個疫情的疫情 在2019年,我們最喜歡與合作合作合作 而台灣的經濟有可能性 成為一名最高的合作合作 台灣是一名最初的地方 去應對疫情的影響 現在我們希望台灣不會開放最終的 高哲夫舉例 已經投資歐洲的台灣企業 像是知名單車品牌傑安特 和電子業龍頭鴻海 都受惠於歐洲的優質人力 無國界的單一市場 會員國一致的法規標準 和高生活水準 投資已經有回報 另外歐洲和其他經濟體 有簽訂貿易協定 也有利企業拓展歐盟以外的市場 歐盟是台灣最大的境外投資者 去年投資總額約450億美元 相當於美國和日本的投資總額 近來台灣和美國洽簽雙邊貿易協定有進展 高哲夫認為 歐盟積極吸引台灣投資 台灣和歐盟建立更多商業交流 自然也有助展望雙邊經濟關係升級 中央社記者張智燕 王一文 台北報導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出爐 71歲的內閣官房長官監義偉 獲得壓倒性勝利 在總票數535票中拿下7成的377票 由於自民黨掌握國會優勢席次 監義偉預計在16號召集的臨時國會 獲選為新任首相正式接班首相安倍晉三 而這次幻象恰逢日本的艱難時刻 面對武漢肺炎為日本所帶來的嚴重經濟衰退 如何有效防堵疫情 成為監義偉接班後的首要目標 去年4月日本宣布新年號 這位首舉著令和看板上遍各大媒體版面的 令和大叔監義偉 從安倍第二度執政以來一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 是安倍政權中的中流砥柱 被認為是安倍請辭後的最強帶打 他不屬於黨內任何派閥 又非世襲國會議員 卻獲得黨內各大派系支持 成為這次總裁選舉最大黑馬 這樣無派閥非世襲的背景也創下自民黨首例 在外交集安保路線上 菅義偉主張延續安倍路線 延續美日同盟主州 並對中國務實不維度 此外 安倍在執政期間對台灣相當友好 使得雙方關係處於最佳境界 外界評估 菅義偉擔任首相後 也會延續安倍時期的方向 繼續維持與台灣的友好關係 中央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維持與台灣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美國總統川普下令影音平台T-Tok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需把在美業務轉讓給美國企業 否則禁止經營 讓T-Tok一度陷入地緣政治僵局 但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 目前這場搶救戰已由甲骨文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T-Tok預期將宣布甲骨文成為他們在美信任技術夥伴 力保經營權而非賣斷式出售 在T-Tok交易戰中出局的微軟曾表示 如要保障T-Tok美國用戶的隐私與資安 唯一的方法就是由買方取得T-Tok所用的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 但港媒披露 字節跳動已表明 無論誰是買家 公司都不會出售應用程式的演算法 這是基於遵守中國的新規 甲骨文先前也並未說明會如何處理相關技術問題 據研究機構伯恩斯坦指出 字節跳動靠著T-Tok中國版本抖音支持 已雄霸全中國網路廣告營收的20% 但由於近期各國日渐提防中國科技的進展與滲透 像是印度也以國安為由禁用T-Tok 歐洲多國也擔憂監控 聚用中國製電信設備 連帶影響字節跳動拓展全球版圖的願景實現 陷入波折 裝設綜合報導 菲律賓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確診病例突破22萬 非國政府8月初原本實施調整版強化社區隔離 但經濟衰退失業率高漲 8月下旬起將隔離等級放寬為一般社區隔離 9月份繼續實施 大馬尼拉地區的調整版強化社區隔離 19號剛剛解除 但是對許多菲律賓家庭而言 長期封城使他們無法外出工作 也讓他們的生活陷入難關 嘉福中心前 弱勢家庭民眾大排長龍等待領取物資 社工表示 他福島的24個弱勢家庭中 有四分之三的家庭因為封城而實驗 儘管隔離措施已經放寬 但收入已大受影響 他們希望未來不要再封城 不然連一家溫飽都成問題 不希望封城的還有台商 他們表示疫情衝擊下 非國民眾消費力大減 台商都努力撐著把損失降到最低 如果能開工就盡量開工 中央社記者陳彥均 馬尼拉報導 聯合國大會預計15號登場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以視訊方式進行 大會主題聚焦對抗武漢肺炎疫情對策 並於22號起進行辯論 而往年在聯合國大會登場前 大紐約與周邊地區的台灣社團都會參加入聯遊行 今年疫情衝擊改由社團聯署聲明 表達台灣入聯的訴求 外交部也推出相關文宣 強調台灣在防疫期間所做的努力 不應該被國際遺漏 屆時台灣問題如何被討論 也將是觀察指標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一玲 我們再會 真的嗎 有《却主題》 我們有可能的 我們在華視頻中有 relying 並且嘿 私是非常非常的閒 我就是很低 我可以 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